多地出新规 10月起 拾破烂需持正上岗 有媒体说 脚灯三轮车 口里边吆喝着 走街串巷 这是我们对一些回收 废旧物品的一些回收人员 一贯的印象 当然很多人也管他们 称之为收破烂的 当然现在呢 收破烂有的地方 也开始有职业的门槛了 近日陕西省的河阳县 就出台了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叫 河阳县再生资源回收管理规定 听起来挺好听吧 这个规定10月1号起开始 正式的实施 要求拾荒者具备齐备的证件 不仅仅是陕西河北省 不仅仅是陕西河北省呢 今年2月也要求拾荒者 采买者经营者 在工作的时候 要具备相关的证件 根据有关负责人的介绍 说让什破烂持正上岗 不仅是方便查询核实身份 还有利于对旧货交易中 出现欺诈现象 进行自己的投诉 不过很多市民 对这事不是很买单 他们觉得 个别地方存在着盗窃的现象 但是这种盗窃的现象 是应该从收购的源头抓起 并不是一个拾荒上岗证 就可以解决的 对于普通的废品 对那些走街串巷的拾荒者 在设一个准入的门槛 对于规范救货交易的市场 其实用处并不大 其实城市的拾荒人员 一般来说年龄都不小 学历也比较低 很多都是为生活所迫 说实话 实在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怎么办 不知道找工作又找不到 没有办法 这样吧 我去拾破烂吧 每天还能有些收入 像这些人 如果说让他们在接受相关的理论考试 或者是执政交费的话 实在是勉为其难 而管理者应该考虑的是 如何让城市的管理更加规范 而不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取费用 当然 这是网上的一些说法 我个人认为 任何一个行业 只有通过某种政策的政策和规定 来规范他们每一个从业者的行为方式之后 这个行业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和有序 当然在这儿 我也希望 在面对着这些生活不是很富裕 甚至可以说是贫困的 实破烂的 实荒者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真的要给他们设立一个准入的门槛 第一 要根据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他们的 比如说他们的普遍的文化水平 普遍的生活条件来设立 第二 千万要记住 面对他们 我们不管设立任何的准入门槛 办任何的费用 我在想 能不能免费呢